雇员公积金局 但不应成为唯一的管道 一个可承受风险的人 需寻找其他风险略高的投资工具 以争取比公积金更高的回酬 一个只懂得把钱放在定存的人 就应考虑主动存款在公积金 如果是一个大胆冒险的投资者 则千万别打公积金存款的主意 在增加财富这个课题上 做法从来不是二选一或零和游戏 应该打造多元化的资产组合来分散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